娱乐圈的明星更新迭代很快 现在火不代表一辈子都能站在C位 特别现在以流量为主的时代 只要粉丝不喜欢了 那明星也就没有市场了 慢慢就会被大家遗忘 有这样一个人演唱会都能迟到两小时之久 望此还耍大牌终于凉凉了 当年的杨宗伟凭借着一首凉凉 被全国的观众所熟知 在那之后他也是拥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而且也是特别有实力的 然而如今却似乎消失了一般真如那首歌 一般凉凉了 1978年杨宗伟出生在中国台湾 虽然长相有点不尽人意 但却有着一张被天使吻过的嗓子 然而杨宗伟的父母非常传统 认为不管是文艺还是体育都不稳定 只希望儿子好好读书以后 念个好大学踏踏实实工作 最初杨宗伟的确按照父母的期望生活 直到2007年杨宗伟毕业参加了超级星光大道 那时的杨宗伟顶着一头杂乱的长发 和一张酷似山顶动人的脸 在这个舞台上开启了音乐的道路 凭借细腻的嗓音 杨宗伟受到大众的支持 但最终他还是因为谎报年龄无奈 退出决赛《无冕之王》就这么落幕 因为细腻的嗓音 他还是被公司签约 第二年他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专辑歌子 还登上了唱片榜的的第一 但他发现公司有很多无理的要求 还被迫签下了不合理的条约 在此之后杨宗伟就被雪葬指导与李宗盛相识 一首杨宗让他继续漂浮在乐坛 之后还登上了《我是歌手》的舞台 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杨宗伟也彻底抱红他搭档张碧晨演唱的凉凉 更是红遍大街小巷下 至小孩上至老人都会哼唱 然而如今却渐渐消失在大众视野中 外界一直传出杨宗伟偷歌 耍大牌的负面新闻 不仅如此在一次演唱会上的时候 他迟到两小时 让很多的观众等了他一晚上 即便是这样 他依旧没有任何的愧疚之情 只是上台服演表演了几首歌 就匆匆离开了 也因为这件事情让很多的粉丝 认清了他的这个人直接脱粉取关 原本有实力可以走红的歌手 现如今凉凉了也怨不得别人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评论